怎样的大学比起当兵还要累呢 这是超过13万人在脸书上投票 票选出来全台湾最累的大学 是明治科技大学 但是现在却遭到投诉了 有老师要求学生买他写的书 没有买或者是买学长姐的二手书 都要被扣分 一直要到改善为止 就遭到学生抱怨相当不合理 而校方回应呢 老师是以为二手书不符合智慧财产权 才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学生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因为传出学校老师居然要求学生 要人手一本自己所著作的原版教科书 引发争议的就是这一本电机机械实习 无姓副教授被投诉 没有购买新书 将后学习总成绩 而且采取的是加倍扣分方式 一直到改善为止 连买学长姐的二手书也不行 当然是有点严格 是很合理 希望我都买个手书 买书跟成绩扯在一块 学生一面倒 但看看这一本书的价格 售价520块 网络书店购买也要494块 不便宜 校方双面帮老师解释 还强调这位老师授课30多年 非常认真 没有图力之前 以及继一支深界警惕 但明知大学是出了名的全台罪类大学 如今连上课用书都有限制 在天争议话题 记者林秀慧 徐一环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 人家人